女星安杰丽娜求利重返国会山庄 泪眼汪汪地呼吁议员 立即通过对抗家暴的措施 她也在华府记者会上 表达对重新批准反妇女暴力法的支持 根据统计 全球每天平均有137名女性 死于亲密伙伴或家人施加的暴力之下 而在2000年至2006年间 美国损失了3200名士兵 但同期美国的家庭杀人案件 却夺走了10600条人命 死于家暴的人数还比战事中丧命的士兵多 尽管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男性也有可能遭受家暴 但当今受害者仍有85%是成年女性和女童 安杰丽娜求利表示 反妇女暴力法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医疗及法律协助 也能声援曝露在家暴环境的孩童 她曾指控前夫布莱德比特 故意殴打当年15岁的儿子梅多斯 尽管小布后来洗清嫌疑 安杰丽娜求利仍强调 家庭暴力已成为美国的常态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 推动反妇女暴力法最原始版本 1994年法案首次签署成法后 后世各个版本在民主及共和两党力挺下通过 而旧版法案2019年到齐后 更新版本应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阻挠 并未进入最终表决 本次公布的法案则获得两党支持 拜登胜赞 两党为推动此法齐心协力 环宇新闻 沉浸综合报导